9月29日下午 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 十名香港警队代表底金 其中有七位警察 曾在处置非法示威活动时受伤 被内地网友熟知的光头刘瑟也在当中 此次来到北京 也将实现刘瑟登长城做好汉的愿望 我现在已经到了北京了 我的申请很激动 我明天早上去爬长巡 这个是我一直很期待的安排 看看明天是怎么样的 我身体目中的长巡 跟我想象有没有分别 出生于1996年的胡瑞杰 是代表队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此行他最期待的是能看见阅兵场上的武器装备 非常光明还有之后 因为我没想到自己有机会 亲身来到北京 在看这个70周年 70周年的阅兵 是非常这种信贷的 还有我比较喜欢的飞机 还有弹尸车 这个就是我最期待的东西了 再过两个月 今年55岁的郭德辉就将告别警队 开启退休生涯 此次是他自1997年后第二次来到北京 采访中他掏出自己的华为手机给记者看 他说虽然到内地的次数不算太多 但自己一直关注内地的发展 常常看一些短片 他们在各方面 教育 还有货机 还有我的电话也是 发挥 是是是是 真的很欣赏他们的产品 看那么进步 以前我想在香港 不是每个人都会用他们的产品 尤其是这些货机的产品 电话还是现军的产品 但是我们现在很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所以说我们很骄傲 能成为祖国一部分 来到这里 幸福他的生日 谈话过程中 能看到郭德辉头上 因近期执行任务留下的伤疤 激进示威者的暴力活动 给香港造成了诸多影响 郭德辉说 最大的愿望 是能让香港早些恢复平静 希望香港快一点恢复平静 可以带我们家民 这样两个孩子来看看 现在是 现在的中国 还有北京是什么样子 一百多天的时间 我想很多时间都是 因为他们都考虑就是 他们是自己的一部分 小朋友 或者年轻人 所以他们比较 使用努力的时候 再多一层考虑 被咬伤手指的警察 梁启叶 此次也随着代表团来到北京 他很感谢大家的关心 目前他的伤口已基本愈合 但手指恢复知觉 还需要时间 这一百多天来 香港警察承受着巨大压力 甚至有些警察 每天要工作近20个小时 代表团团长李建辉说 虽然辛苦 但是香港警察并不孤单 常有来自内地的网友 给他们加油打气 14亿同胞的支持 给了香港警察一记强心针 来到北京 他们感到非常荣幸 非常兴奋 为什么呢 就是国家那么大 我们有14万的同胞支持我们 14亿的同胞支持我们 我们这边就跟我们 打了一个很强的强心针 我们委屈了 就是为加赔的劳力 希望香港很快的会获得再续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